嗨,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空瓶剂 那这里面包括一些内服以及外用的保养品 有的呢,真的是特别好用 很值得大家去种草 那也不乏雷品的存在 以下所有产品呢,都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心得 希望今天视频可以给大家带来个参考的作用 那我们就先从空瓶最多的开始说起 这是一款澳洲本土品牌的Vaira 生态胶原蛋白口服液 是比较适合25岁之后的女生喝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体内胶原蛋白再一点点流失掉嘛 它的主要功效就是抗老,美白以及紧致皮肤 那我通常呢,就是睡觉之前喝这么一瓶 将它直接对到水里面 因为它本身的味道是有一点像浓缩的果汁的 对到水里面稀释的话,口感会比较好 喝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皮肤比之前好很多 毛孔有缩小一点,皮肤有变得比较嫩白 尤其是在素颜没有上妆的时候呢 我觉得皮肤就会散发那种很自然的光泽 再又去囤了一盒 它里面的包装就是这种七个独立的小包装 就是你外出旅行了或者干嘛都特别方便携带 它里面主要成分呢,就是圣钛 是一种非常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 还有葡萄籽就是抗氧化的功效 如果你也是在选择一种内服的保养品 并且是那种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话呢 这个是推荐给大家 再来是这个德国的铁元素 那它主要功效就是补血 这个我是有喝完好几瓶 它的瓶身就是这种玻璃瓶 然后上面是一个小凉杯一样的 你可以将铁剂直接倒进去 还很方便 那这个我喝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精神状态 还有就是气色比之前好很多 以前来立架的时候会有那种比较虚弱 比较无力的感觉 喝完之后呢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它的缺点就是真的很难喝 你知道铁剂里面就永远是有那种铁的生锈的味道 虽然口感很差 但是为了身体健康的话呢 我觉得是会无限回购的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它里面呢 是开瓶之后四个星期之内一定要喝掉的 不然它会被氧化 口感也会更差一些 卸妆类的产品呢 用空了两罐欧莱雅的眼唇卸妆液 那这个呢 它是水油混合的质地 用之前要先将它摇匀 然后将它浮到眼唇这种地方呢 它的卸妆力度是非常强的 连一些那种防水的眼线液之类的呢 都可以卸得非常干净 然后它这里面的成分也是比较不刺激吧 有时候不小心弄到眼睛里呢 也是完全不会落眼睛 这么125毫升 大概就几十块人民币吧 这个我会继续回购 再来是Sephora的一个面部卸妆产品 看一下它包装 我觉得挺好的 这边就是一个 你可以将棉片放在这边 然后按压呢 它会将里面的这个卸妆液直接吸出来 卸妆力度我觉得对脸部来说呢 非常足够 可以将你BB霜或者粉底液呢 都卸得非常干净 非常温和 卸完的脸也是没有紧绷感 很舒服的 弄到眼睛里也不会落眼睛 它给我的感觉 跟现在市面上的一个贝德玛呢 是非常像 里面都是那种无色无味 透明的那种液体 但是这个的性价比呢 比贝德玛更高一些 这个是400毫升 我觉得价格呢也很亲民 这个我是会继续回购的 也是Sephora的一款卸妆产品 这个我还没有用完 我真的是用不下去了 我当时买它呢 是因为在Sephora里面试彩妆嘛 然后这个是摆在柜台上 让你直接就是试完妆之后 可以直接用来卸妆用的 我当时觉得它卸得很干净 买回来呢 我发现它可能只是针对那种 刚刚上脸或者上手的彩妆品 如果你真的是带了一天的妆 晚上用它呢 我发现根本就不好卸的 用到脸上呢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刺激 而且碰到眼睛里呢 这个是会落眼睛 这个我真的用不下去了 我觉得它真的很难用 Paula的洗发水 这个之前我在我的爱用品里面 也分享过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洗发水 先说它的使用感呢 洗到头皮上就是那种 很冰凉的感觉 整个人感觉很清爽很舒服 在头发上可以打出非常细腻的泡沫 我是配合他们家的润发乳一起用的 我觉得就是用一个洗头发的时间呢 让头发达到一种做完护理的那个效果 用到最后呢 它其实已经挤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将水灌到里面 将它里面平身的附着的那点洗发液都已经用完了 我现在已经又买了新的 还在运输的路上 这个呢其实里面是无贵油的配方 就算是孕妇呢 也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的 这个非常推荐给大家 再来就是这款莫罗歌油 已经用完一瓶了 用了很长时间 可能一年多的时间吧 就是洗完头之后 在头发半干的时候呢 挤出来 然后将它直接揉搓在发烧上 用完之后我觉得发烧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本身就是染烫的发质嘛 发烧有很大程度的受损 用完之后我觉得呢 不再像之前那样容易打结 以及干枯 会有一点点光泽 而且它的柔韧性也比之前好很多 那这个呢 我觉得它用在头上也不是说那种 虽然里面是油了 但是不是那种很粘腻的那种感觉 很快就感觉被头发吸收掉了 发尾就会变得很光滑 这个呢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会继续回购 再来是漱口水 我用空了一瓶移锁的 先看一下它的瓶身 就是这种玻璃的瓶身 然后上面是带一个小凉杯 你每次只要将它倒出来呢 直接漱口还算很方便 这个瓶子我觉得它的颜值真的很高 用完之后我可能就会把它这个瓶子保留下来吧 先说里面的味道呢 就是有一点那种植物的味道 我不知道大部分人会不会接受得了 那股味道还蛮重的 就是一种中草药的味道 用完了我觉得口腔感觉很舒服 而且有一点点的清凉感 但是它不会像那种大部分的漱口水 有那种辣嘴的感觉 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功能性 像美白啊或者去除牙菌般的效果都是没有的 只是说对于口气的清新会有一定的缓解的功效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漱口水的这个味道 所以我现在又回购了一瓶 这个我是挺喜欢的 我会继续用下去 再来是浇运师的胸部按摩套装 一个是提拉的效果 一个是紧实的 这两个就是一个早上用一个晚上用 我其实这两个已经用空了好多瓶 在我之前生小孩之前就有用它 我觉得这个第一是成分很天然 另外呢它对胸部形状的维持呢 有一定的效果 通常就洗完澡之后呢 将它涂到身上 它的吸收非常快 有一点淡淡的清香 那我个人呢是更喜欢用这瓶提拉效果的 因为这个紧实呢 会让你的胸部看起来会更小一点 这个产品也同样适合孕妇 或者是刚刚哺乳期间的女生也都可以使用的 这个我是会继续回购下去 身体方面呢 用空呢 以所加的身体乳液 它的外观呢 看起来就有点像牙膏的感觉 用起来挺方便的 也很方便携带 那味道呢 我这款是有点甜橙的味道 抹到身体上呢 吸收的是很快 但是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夏天使用 如果是秋冬的话呢 我觉得它有点太清爽了 滋润度不是很够 面膜呢 用空了资生堂旗下的 伊利斯尔这个品牌 它是一个睡眠面膜 然后它里面是褶梨的质地 然后上面有一点这种金色的 一粒一粒的小颗粒 它上面说是可以浮到脸上之后 这个小颗粒是会溶解掉的 但我完全感受不到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睡眠面膜 可以做的质地这么的黏 就是你无论涂的多么少 上脸之后呢 睡觉是一定会蹭到枕头或者被子上的 我真的是很不喜欢这款的实用感 但是我又不能浪费 所以我到后期呢 就是直接将它涂到脸上当成一个普通面膜 待个十几二十分钟之后洗掉 这款主打补水 但是我觉得它的效果真的很一般 这个我是不会再回购的 再来呢就是TAKAMI的角质化妆液 这个刚用完呢 我这边又已经囤了一瓶新的 这个我觉得很好用 它呢就是可以帮助你脸上的角质 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 然后皮肤摸上去就是那种很细嫩的感觉 而且我之前下面就特别容易长闭口嘛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皮肤就会特别干净 但使用方法呢 就是里面打开之后 中间这边有个刻度 你将这个化妆液直接吸到它规定的刻度之后呢 将它涂到脸上 它是无色无味的 就像水的质地在脸上 吸收也很快 它是要等三分钟之后呢 才可以让你上后续的保养品 早晚都可以使用 那我不知道在哪里说 这个东西是不可以一直持续用很长时间的 所以我打算呢 将我的囤货就过一段时间呢 再拿出来用 这个就是特别推荐给脸上有 闭口粉刺或者痘痘啊 这种问题肌肤的朋友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推荐给大家 奥尔滨家的健康水 这个已经用空不知道第几瓶了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它的实用感 通常呢 我就是直接用在脸上湿敷 敷完觉得脸上冰冰凉凉的很清爽 补水效果也很不错 对于我这种敏感剂来说的话呢 我是非常喜欢它的实用感 另外呢 就是配合他们家的渗透乳一起来用 其实我觉得将他们俩拆开的话 其实都不好用 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话呢 效果真的是非常完美 因为我是配合他们家那款美白功效的渗透乳一起用嘛 然后通常第二天起来就会发现皮肤真的是白了好几个格 就是很嫩白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款水的 我会无限回购它 眼部精华液呢 用完这个La Pair的蓝鱼紫眼部精华 它上脸之后呢 就是非常容易吸收的那种 质地非常轻薄 完全不会给眼部带来任何负担 同样它可以淡化黑眼圈以及细纹 那我是觉得这个产品呢 你可以配合 如果眼部皮肤比较干的朋友的话 其实可以配合眼霜一起来使用 就是先用这个打底 然后再将眼霜涂到上面 它会帮助你后续的眼霜呢 更大程度的吸收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无论白天晚上用呢 这款都非常适合 再来是滋生糖的面部保湿 红腰子精华液 这个呢是我当时在机场免税店买的 它当时是两瓶作为一个套装 然后我买了两瓶 另外一瓶已经早就用完了 每瓶是100毫升的 这个用了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的一个使用方法呢 就是通常在白天上妆之前呢 将它作为一个精华液用在脸上 可能有的朋友说 它的保湿力度不够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白天上妆 我一个绘油皮是不太想要 特别滋润的一个精华液来使用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觉得皮肤的稳定性很好 它对皮肤就会起到一个 比较增强免疫力的一个功效吧 反正我敏感肌肤用完之后呢 皮肤再也没有出现过敏的情况 总体来说没什么毛病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用的保湿精华液 只是我这个用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我暂时不回购 想要尝试其他的一些产品 再来呢是LAPARE的这款 白鱼紫美白精华液 这个我用完之后 真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美白的效果 它里面的质地呢 就是那种乳白色 带一点点的珠光 涂到脸上呢 有一点点黏 但是吸收的很快 用完之后 我并没有觉得皮肤 有任何的美白淡斑 以及提亮的效果 就是挺无感的一个产品吧 而且它的价格真的是特别贵 我觉得比它价格低的产品呢 有很多美白的效果 都会比这个好 这一款我觉得不好用 我不会再回购它 焦影师的双脆精华 这一瓶我真的是用了太长时间了 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吧 它里面就是两个管状嘛 一个就是质地像油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水一点 通常挤出来之后呢 是一种水油混合的之后 你再将它涂到脸上 对于我一个混油皮来说呢 我这个是绝对不敢在白天上妆之前使用的 一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用它 晚上用完之后呢 它其实皮肤上还是有那种油光存在的 其实前几天嘛 因为就剩了一点 我就想说将它一次性用完 可能量有一点点的多 涂在脸上之后到睡觉的时候 发现皮肤就是又油又黏又痒的感觉 反正这个一下就给我留下的特别不好的印象 这个我是不会再回购它 伊索的香芹子抗氧化精华 这个我已经推荐给身边很多人去使用了 它的效果无论是保湿抗氧化呢 都有非常显著的一个功效 它就是涂到脸上呢 感觉说有一点点黏的那种质地 但是你推开之后 它吸收的特别快 之后脸上呢 会有一种很健康的那种光泽感在 这个是任何肤质都可以使用的 包括无论是油皮或者是干皮啊 这个如果油皮的话 可以用那种无油的成分 那我妈妈也是干皮嘛 我推荐给她之后 她也是超级爱这款产品 我们现在都会无限回购的一款 超级好用 正是因为中了香芹子抗氧化精华的毒 所以我连他们家 其他的一些抗氧化的产品都买回来了 先说一下这款 是香芹子的面部清洁油 它里面真的是油的质地 挤到手上呢 它就是那种黄黄的一层油在 其实这个我没有用完 还剩了一些 实在用不下去了 就是它每次挤出来之后 是那种油嘛 然后你浴水之后呢 可能有一点点的乳化的感觉 涂到脸上 洗完脸是完全没有那种清爽 干净的感觉在 每次洗完脸都像是 又涂了一层面霜 就是那种很闷 很厚重的感觉 后来呢 我有去店里问一下 店员说这款呢 比较适合干性肤质 而我这种混油皮 其实适合用另外一款 可以搓出泡沫的那种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它本身的问题 还是说 我不太适合用这款产品 这个呢 我也没有用完 但是我不会再回购了 再来就是香精子抗氧化的 眼部精华 它里面也是油的质地 还剩了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挤出来呢 就是这种黄黄的油 像这种油状质地的产品 我是绝对不敢在白天使用的 通常我就是在晚上呢 临睡之前将它涂到眼周 涂上之后呢 并没有觉得它会被吸收掉 就是感觉像一层油膜浮在眼周的那种感觉 其他的功效性呢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体会 这个呢 我是用不完 也不打算再用了 再来呢 也是像 金子抗氧化系列的一款 面部的精油 那这个我去店里买的时候 当时店员说 它主要就是可以 深层的一个面部护理 保湿 以及帮你就是改善皮肤缺水的一个状况 一个星期用一到两次就可以 但是我觉得它用在脸上也真的是很油的那种 后来我就干脆把它当成面部按摩精油来使用 就是每次洗完脸之后呢 按摩的时候用几滴这个精油 那用完之后我是一定要洗掉的 不然睡觉真的是感觉很不舒服 晚上面部按完磨之后 第二天起来呢 感觉脸上是有那种比较水嫩的感觉在 就觉得皮肤有点像喝饱水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后来呢 我又回购了一瓶新的 反正也不打算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面部护理的产品 就是在平时我按摩的时候啊 用这个作为一个按摩油使用 我觉得效果还挺不错的 用空了一个香奈尔家的山茶花面霜 它的外包装就是这种塑料的瓶子 里面呢就是一点都没有剩了 是白色的一种质地 味道闻起来呢就是有那种山茶花的香味 就是有点像水蜜桃的味道 他们家山茶花系列呢 我是整套都有买回来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第一呢就是它保湿力度特别好 用在脸上呢 无论是他们家的水或者是精华 或者是这个面霜都是吸收的非常快的那种 然后呢整个皮肤就是那种喝饱水的感觉 再来就是对于敏感肌肤来说呢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温和的那一种感觉 就是一堆产品放在你面前吧 每次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要拿起山茶花系列来使用 它缺点呢就是性价比不高 并且具有保湿的功效 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性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这个我以后会再回购它 再来呢就是日本的这个一人保湿面霜 它其实叫面霜 但是它里面其实就是那种乳白色的折离的感觉 这个是我当时买他们家那个一人水赠送的一个小样 它里面的质地特别适合夏天使用 涂到脸上就是冰冰凉凉的 那我自己呢是特别喜欢用这一款 我觉得保湿力度不错 有一点点的美白效果 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涂到脸上之后有一点点的黏腻 就算你停留再久的时间呢 它还是会有那种黏腻感在 但总体来说作为一款面霜呢 它的性价比很高 而且它保湿力度也还不错 就算有一点点黏呢 其实我还是能接受的 这个我准备回头买一个大瓶呢 继续试用它 再来呢是大名鼎鼎的安耐晒 这个已经用完了 它是一个小罐的40克 刚刚用完了我又买了一个大罐的90克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防晒霜的使用感 它里面是一个白色的质地 涂到脸上的是没有颜色的 也没有味道 就是很轻薄很好吸收 不黏腻也不会搓泥 这个防晒指数是SPF50加 对一个混油皮敏感肌来说呢 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金色的管状是适合任何肤质使用 还有银色的是比较适合干皮 以及混合性肤质的来使用 性价比也很高 这个我推荐给大家 最后一个呢是CPB加的隔离霜 这个我也是用了很长时间 用了一年多吧 现在还剩了一点点 真的是非常耐用 每次只要挤出一个动力大小呢 整个脸就可以涂满 我选择这个颜色是粉色 就是比较白的那个色调 如果是想要自然色调的 可以选择黄色的那一款 它的味道呢就是CPB加的 那种独特的那种香味 它涂到脸上呢 对于肤色的矫正有一定的效果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产品 可以作为一个隔离霜使用 BB霜使用 或者是一个防晒霜使用 因为它里面带一个SPF50加码 涂到脸上就是很轻薄的那一层 非常适合比较喜欢淡妆的朋友来使用 这个呢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的 只是说我现在有其他的产品想要尝试 所以我暂时呢不回购它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空评界的所有内容 因为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说话的语速也比较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请不要忘记点赞或者转发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 这样我有新的视频出现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